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武是不赖 就怕刘武和咱们一样 免不了落个狡兔死走狗棚的下场 啥意思 看 这是吴玉堂两手道趁刘武不在的时候发达 咱们这次回去啊 怕是县太爷的位子也没了 奶奶奶 王八蛋 新娘怎么这么傻啊 这个官人 文人就好算计 你说刘武身边的那个半瓶子醋的张一文算个军事吧 他对付咱们这些粗人还行 要是对付两手道吴玉堂他们 他还差得远啊 不是还有个傻教授家姑娘 这文人官人当军事爷的 不能光会算计 还得心狠手辣 打满城的时候我知道 那个陵云给刘武支了一招 这刘武才当上了陕西的兵马大都督 这凌云呀 太年轻 还是个女流之辈 你说 那咱怎么办 哎呀 车到山前毕路啊 就西针而言 咱们无所畏惧 甚至可以说 我们已经是 胜券在握 可是西针以后 我们所面临的形势 但是 会越来越复杂 咱们的路 也会越走越难 哎 有大哥照着陕西 还有这帮兄弟齐心协力 有啥难的 我不是说陕西 我说的是全国大行事 现在情况 扑鼠迷离 前景仆测 再说了 这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于公于私 就算我想掌握这个局面 可是我也是能力有限 我也未必 就能够真的掌控得了这个局面 凌云对大行事 和咱们自身存在的这些问题 看得多 也想得多 更能说得透 好 我们就请凌云一宗一样 帮大家梳理水 那 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西针之后 我们将面临的大行事 哈哈哈 汪淌 Cau 简直是太荒唐了 马将军 此开怀大笑 莫不是有了什么破敌之法 破个屁 皇帝老儿都退位了 我们还打什么仗 大清江山 日夜一统三百年哪 就这么真的晚了 大人 你跪错了 得在那边 那边 皇上啊 奴才也不活了 好 各位 先干为敬了 好好好 太日子了 是 来来来 来来来 行行行行行行 行行行 中国的这个事情啊 也就是怪 起事的时候 我们开口闭口孙中山 同盟会 这才没过多久吧 又成了北洋军元大头了 陕西新军也跟着变 这革命军还没较顺口呢 又成了富汉军 我是一个大老粗 什么三民主义啊 革命精神啊 宪政啊 还是共和 保皇党还是民主党 还有你们让我们加入的那个国民党 我真是糊涂了 这林医上午八八八九九九的说了大半天 你就还没弄精明 大哥 我只明白一点 什么这个主义那个党的 自顾天下都是打出来的 打仗靠什么 靠的是实力 靠的是精兵强将 孙中山刚上台就下台 让袁世凯当了大总统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他手中没兵没将 没实力吗 弗雷大哥 你这回说在点子上了 嗨 说一千到一万 整个上 受伤还得有实力 大哥是个会用兵善用人的人 是个干大事的 弟兄们跟着大哥 咱就能干大事也 所以我说大哥 你也别三天两头的 让兄弟们学习洗脑 只要你把主意拿着 你说怎么干 兄弟们就怎么干 兄弟们 这老百姓是离咱们离得远 把咱们当成了英雄 有些人还把我当成了神神 以为我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我刚回来那几天 这刘公馆的门都快让人给挤破了 求官的求财的 深冤的告状的都找上我了 可你们天天跟我在一起 你们心里很明白 大哥我也不是神 我跟你们一样 都是凡夫俗辞 我带着兄弟们能走到今天 也是不易的 再怎么走到明天 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简单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 把银杖盖这儿 价钱还是老价钱 你知道的 是 十斤十斤十斤 能观赏到你他人所难赌的书役 已经是我莫大的荣幸了 礼拜天还不谢这儿 好吧 刘武一有空 就和他的心腹密谋 哦 让他谋吧 我的帖身侍卫说 他观察到 王奎盛的太白山鹰更加神秘 神出鬼没的 已经不仅仅依靠武功和江湖手段 还用上了高级羊枪 个个都是百步穿羊的神枪手 哦 我用不用给你配几个高手啊 从大柱卓眼小柱卓手 他刘武都不敢碰你我 没这个必要 刘武不把那个小戏子送给你 这事怎么说啊 哼 我呀 我等着他给我送 他会把自己的干女儿送给你 如果说袁世凯想要秋香你说 他给还是不给啊 哼哼 你还是没有领不透权力 是比金钱更巨大的力量 可陕西的权力 还在兵马大都督刘武的手里 我的老弟啊 我们看问题不要只看眼前 得往远处 大处 和高处看 前几天 山西运城的歌老会兄弟起誓 反对袁世凯 袁世凯打电报给陕西军政府 让我们出兵枕压 可 山西运城歌老会的龙头老大 也派人找到我 你们说 我是派你们去帮袁世凯打运城歌老会呢 还是派你们去帮着歌老会反袁世凯 就在我犹犹豫的时候 就在我犹犹豫豫的时候 山西这批兄弟 就在黄河东案 禁书被叫了 可大哥这不能怪你啊 不怪我 怪谁 不反阁老会 就要反袁世凯 反民国政府 咱反得起谁 咱也反不起谁 现在民国政府要求 坚决取缔歌老会 取缔山堂 码头 不允许歌老会 再插手政府事务 可咱陕西 所有拳把子 都在咱山堂手里握着 我怎么取缔 可回头再看看咱这些山堂 现在把陕西哪儿哪儿闹的 都是鸡犬不宁鸡飞狗跳 我不取缔 行吗 各位大哥 歌老会山堂中 像周福来大哥的翠华山山堂 和刘大哥的太白山堂 整体素质都比较高 约束严厉 没有危害到社会 但是像董旭年 苏炳毅 陈小琪 这几位大哥的山堂 无疑是咱大哥心里一块探火 大哥 厨房的饭菜热了凉 凉了又热 你们开会就这么大劲啊 走 吃饭 吃完饭咱们找个产量的地方接着聊 好 你还得玩得玩啊 七方 我们这出戏啊 尝着呢 大哥说得对 就这么干 我记得有这个龙旗 龙旗 龙旗 五四旗 五四旗 五四旗好像就花了三次 五四旗 十四旗 我怎么能给我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坐这儿 坐这儿 坐这儿 来两杯茶 你不会是要在这儿喝茶吧 唉唉坐坐坐坐坐 哎呀说说吧 在这儿你要发表什么样的高论呢 自身平安就是高论 你不加入国民党 是不信任孙中山 你看你看 你看这些人 现在啊都是顺民是吧 一有风吹草动 绝对都成了暴民 原先我也信奉三民主义 可到这份上我总算看清楚 泱泱大国啊 他要民主 他民主个屁 一民主非乱了套 非分裂不可 这些人 他要没有个主事的行吗 那么那个主事的 要是没有生杀大权 能行吗 所以中国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必须要有一个 强有力的人物 来对他们进行主宰不可 那依你看 刘武不足为为 这个话看怎么说 辉煌鼎盛之日也就是他衰亡败局之时 他刘武现在是个穷途陌路的 何足为为 刘武现在集大权一身 前有同盟会的褒奖 后有民国政府的肯定 如今上头有元大头的赞赏 下有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穷途陌路 从何谈起啊 刘武啊 是你我用了半天的劲把他捧上了天 可惜啊 那孙中山不要他 袁世凯大总统也不会要这么一个草莽英雄 那么在天上就没有他的位置 那没有他的位置 他就得从天上掉下来 那从天上掉下来不摔死他会摔死谁呢 其实说到底呢 就是三民主义 还有宪政和共和 宝皇党还是民主党 还有国民党这些问题 惯不了咱就怂惯了 怂惯 我们要是连方向都变不清 把兄弟们调到阴沟里去怎么办 秦才兄 你以书为其军务之外一心读书 你是我们这帮人中的袖子 你说说看 哦 那我就敞开了说说我的看法 嗯 大哥 咱们日日夜夜切磋 你是不是找不着对手 大有拔剑四顾心茫然之感 我 我是觉得处处都是咱的对手 可是你又摸不着看不见 有时候你是恨得牙根痒痒 却找不着敌人 这是这个时代跟你这样的英雄豪杰出的一个难题 哦 那你给我说说咱们该怎么解这个难题 你可把我给挤死了 你可把我给挤死了 怎么了 她发现什么了 那你为什么 我原以为她很在乎我 可是她西庄回来以后 成天和凌云在一起 根本懒得理我 嗨 这不是你正想要的吗 没有她 你我就是滴滴叨叨的戏子 你我就是有权有势 老男人老女人手里面的玩物 他们想怎么欺舞凌辱 我们就只有忍受 这种日子你不怕吗 不 我们绝不能回到过去 我们有想办法 你无非就是走为上纪 可是刘五想杀的人 逃到天边都是枉费心机 孙中山先生发起成立的同盟会的宗旨 以及三民主义顺乎民意 合乎世界潮流 可气的是她没有兵权 她只能将权力交给老奸巨华的黎元洪 黎元洪是扛不起这杆大棋的 而袁世凯手握重兵 上逼皇帝下逼孙中山 顺理成章地摘了辛亥革命这个桃子 但是他的皇权思想很重 他并不想当民国政府的大总统 他是想改朝换代 重新当皇帝 所以他一咬不动 更吃不下这个桃子 你说孙中山黎元洪 我都承认 可袁世凯已经就任了 可是我有一种预感 袁世凯必将下台 大哥比方说 辛亥革命这棵树上 开的是民主共和之花 可杰出的仍然是封建专制的果子 土地跟树干 就不可能给他提供所需要的营养 这颗果实它非掉下来烂在地上不够 金才哥言之有礼 如果说反员反对了 那咱拥护谁啊 打住啊 依次启示咱们是反亲反帝 咱们是反对了 可兄弟们现在这个格局下 咱们还敢二次启示吗 金才兄 我知道你还有话要讲 可是我也敢断言 二次启示绝对是故障难命 山西运辰各老汇命丧黄河 我们也逃逃不了厄运 小梅小心啊 大哥你小心啊 往前看 往前看 眼睛往前看 难道大哥这么开心啊 加油加油 你不要再试试啊 你劝劝他吧 让他别太劳了 来一圈 他事太多了 都堆成堆了 慢点慢点啊 别在你后面呢 我帮不上什么忙 那你就多帮帮他 他爸我累了 哦 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来 照照相吧 来 来 小梅 好玩吧 好玩 来了啊 一二三 不 你们三个人照出照片 绝对猜过那个杨天花 杨大人 有何归干呢 走 咱们进屋里说 行 有如此拟心儿实乃天赐啊 又没动力你着什么急呢 来人 唐主 你连夜赶到汉中去 告诉定军山堂龙头老大苏秉毅 我有事找他 让他到三清灌纸族堂见 来 遵命 望风西新 何光同尘 大都督是聪明人 不用我再过早了吧 梁大人 是我直言啊 你以古兮之年 仍奔波于仕途 还积极于功名利禄 身色全马 我年方而立 尚学习方刚 你先是劝我起誓 让我见功立业 流名青史 如今 一会儿要我舍得 一会儿又要我望风西新 何光同尘 这个 我就很费解了 你别说 我还真喜欢你这种豪迈和直爽 我知道你博学多才巧舌如黄 我倒想看看 你怎么自圆其说 流都督说话真刻薄 这么说吧 月亏则赢 月云则亏 当时我鼓动你举世返青之时 正是你月亏之计 可如今 你如日中天了 当似进退险莫之道 梁大人 那你倒说说看 我应该如何望风西新 何光同尘呢 小梅姑娘呢 把她叫出来 给咱们清唱一段怎么样 梁大人 嗯 据我所知 你应该不缺天壳水的小丫头吧 哼 天壳水的小丫头我倒是不缺 须知 除凤轻于老凤生 能歌善舞而又乖绝的小丫头 是所难觅啊 梁大人 嗯 我看 那倒是你应该望风西新 何光同尘 坦白地说啊 我活了这一辈子 我算是把这八个字的奥妙 误透了 才能 避凶屈吉 必获全身 平安地活到了七十岁 清风雅锐 无限风流哦 好 那我 也好好参舞参舞这八个字 裴大哥出去 应可钱受罪 莫让人受罪 这些 这些就当是打狗的砖头瓦片 沉是沉点 使起来顺手 我会伺候好大哥的 保重 警察兄 益文兄 警察兄 警察 这些都是明清大家的真迹 到龙儿 要对症下药 抽准了 下狠血 多多保重 平安归来 你就没有别的要交代的了吗 我在北京念过几年书 皇城根下的人 都普通大 这个我不愁 益文兄 你此行担子很重 我真是 有心无力 你还是不看好袁世凯 对吗 孙中山先生 刚刚创办了一所黄埔军校 正面向全国 招受青年裁军 我猜想 他是想拥有一支 自己的部队 袁水接不了荆壳啊 那个金佛像呢 我明天要去北京 打点一下元大总堂 那可是举世无双的至宝啊 你们戏词里不是也唱吗 朝中有人好做官 咱们朝中无人 只好金玉为奴前做马 修出一条官场的路来 你已经是陕西兵马大都督了 难道 还想到京城去当官啊 我这个兵马大都督做得成 还是做不成 还得听元大总统的 你明天收拾点东西 跟我一块走 顺便去买一些实心衣裳 我的戏码排开了 我没法走 大哥 凌云姐姐能说得来你们的事 我什么也不懂 让她陪你去吧 大哥里边请 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 连女人都没有 哎呀 正经些 到这儿来能避开跟踪的人 跟踪 看白山鹰 这拎着脑袋瓜子过日子啊 还能马马虎虎啊 你别一天女人长女人短的 说说你那儿的情况 哈 汉中安康一带 有我姓苏的在 啥事没有 没有咱哥老会发话 那民国政府的告示 他就连个屁都不是 什么县太爷县二爷 都不如咱哥老会山堂的堂主大爷 往后看前景不妙啊 刘武这个王八蛋 是羡慕杀狸啊 他世事害怕得罪民国政府 左一道右一道的限制鸽老会 我已经查清证实了几件事 这第一 唐欣甫之死 是他刘武 借刀杀人 第二 运辰鸽老会弟兄们葬身黄河 是他刘武见死不救 这第三 刘武已经决定 不久以后 先砸哥老会主堂 太白山堂 这紧接着 他们就要砸全省的山堂了 那刘武他怎么个咋法 这满清政府几百年灭不了 鸿门哥老会 为什么 从咱哥老会山堂堂主 到最底下的兄弟 都在暗处 可是现在一个反清局势 把哥老会从唐主到最底下的兄弟 都推到了明主 这要灭起来 可是一如反掌嘛 他不仅要断送你我的活路财路 还要挖咱们鸿门的祖坟 董老兄 论实力 论地盘 论名声德网 这陕西哥老会里 只有你我两个人能跟他刘武叫板 可要是论谋略论筹划 也就是你能救咱们鸿门了 他爱何容易啊 咱黑了这个混蛋刘武 黑刘武 这也是动假法直一规嘛 这假法一规也不是轻易能动的 许念大哥 为了鸿门有日 为了山堂永在 清守定居山堂苏饼一败 我七十来岁了 怎么这也得把这辈子打发了 黑刘武说到底不畏天不畏地 也不是替鸿门未来着想 就一个目的 为了自己还能像现在一样 人魔狗样的受人尊敬 为了家人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 对 大哥说的对 所以啊咱俩不图什么形式 不讲什么做次大小 把事做了就行了 我听你的 想黑刘武的人 这除了咱俩并不是第一个 这十多年来啊 没有一个人能得手 反而呢 让刘武把想黑他的人的主谋给黑了 所以咱们这一次啊 一定要找高手中的高手 把事给做了 过十年也没人知道是咱俩做的 应该 好 咱们呀不要怕花钱啊 从咱们山堂以外的兄弟中找 我找人黑刘武 你找人 灭了他身边的那些将领 将 事不宜迟咱们马上行动 嗯 大哥 这个袁大头真不是东西 又推辞不见 他就算再日理万机 也应该能抽出丁点时间 接受一个省得大都督的拜见吧 除了这个秘书官 你还能见到他身边什么人 一个姓陈的 叫陈建章 陈建章 对 我打听出这个陈建章 在北洋军上层军官里 以心狠手辣出名 滥用酷刑 擅长谋杀 袁世凯把他调到北京当军政执法官 就是为了北京治安 你再找找这个陈建章 要是袁世凯明天还不见 我们就回西安 先回去 驾 驾 傅琴大人 现在正是用人至极 总统 为何不给他个顺水人情呢 总统就任之时 各省的政要都远巴巴地赶到北京 你来分析一下 刘武他为什么没来 依我看 长安是西北的门户 长安稳则西北稳 当时刘武正跟前朝马家军打仗 西海革命 西安紧随武昌起义 脱不开身呢 在你看来 刘武这个人还有什么不同吗 其他省西海革命的领导人 大都是前朝重臣和军中之将 这陕西就绝了 刘武居然是陕西割老会的龙头老大 所以啊 不是总统不想见 而是陕西这么个穷地方 冒出来的全要 都是些不懂官场规矩的货 刘武虽然兵马有限 可是他仗着他鸿门老大的身份地位 一杆子就能插到山村的鸡脚嘎啦 一壶万硬 使不可挡啊 一句话 民情风俗和政治水土 太硬了 那咱就以应对应 把陕西偷偷闹闹全换 都换成咱北洋军的人 一小天开 以目前陕西的形势 全力过于集中在刘武身上 那怎么办 就这么靓着他 当然不能 总统的意思是要想一个办法 等待一个时机 到那个时候 就把陕西交给我 真的 父亲 那我呢 想去 当然 好 就让你到陕西去历练历练 是 父亲大人 要么见我 要么让老子回去 我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袁大套 怪不得那么多人要反他 小声点儿 我看咱们干脆回去算了 找金赛兄弟琢磨琢磨琢磨 看看怎么跟这个元老小子斗一斗 大哥 隔墙幽耳 你能不能小声点儿 你问还说有人盯我的声儿呢 我留怕这个 你别说了 你放开我 小声点儿 你放开 这不是 这不是在自己家 外面有人盯梢的 我不怕他们 等老子回来西人 大哥 你别说了 隔墙幽耳 这不是在家里很危险 你别说了 我求你了 也许 也许他真的没有时间呢 你别说了 你别多想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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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这可是真正的子武先豪啊 我告诉你 他啊 是在那里的 在那个山崖的边上 就长出这么几株老茶树 清明节前 处子 摘见沐浴之后 所采 尝尝尝尝尝 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这个刘武亲自去进见袁大总统 浪费我的好场 比起你我来 他是钱多祸硬啊 陈建章 天天发专点给我 通报刘武的情况 他刘武想见袁世凯没有我的发话 他门儿都没有 好茶 好 茶喝到这个份上 才喝出点味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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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怎么了 你还记得 你之前对我的承诺吗 记得 那如果 我想过另外一种生活 你愿意和我去吗 什么另外一种生活 什么另外一种生活 我讨厌杀人 我讨厌流血 魁盛 你出来一下 有急事 我出去一下 啊 什么事啊大哥 苏炳一啊正在中心招募刺客 招募到了咱们隐藏的高手丑娃投上来了 大哥取的各老汇 最大的对手就是董旭年和苏炳一 毫无疑问肯定是冲咱们来的 苏炳一是舍不得花什么钱的 他用的全是定军山堂的人 个个都是生命工 董旭年那儿让丑娃打进去 和咱们人保持联系 苏炳一那儿我让山盈盯住他们 嗯 他们敢对咱们大哥下手 那更敢收拾咱们 所以说咱们以后出出入入 咱们以后出出入入 得把馅儿绷紧喽 对 刘将军请 刘将军 请稍等片刻 陕西兵马都督刘武 遇到一名兵马都督刘武 见过总统大人 好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三十多岁 就官职一个省的兵马大都督 这在我们这些老军务之中 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真是英雄辈出 后生可畏啊 请问总统大人他 总统大人他突然身体抱恙 不宜见客 特命我来与刘将军一叙 敌人是警卫军统领 军政执法处处长陈建章 见过陈大人 不必客气 刘将军请坐 在下有一事一直深感抱歉 大总统就任之际在下正在山下 你在为民国政府浴血奋战马家军 这些我们都知道 理解 理解 没能及时聆听总统金玉良言 深感遗憾 好了刘将军 我们就不说这些客套话 我们来说正事 大总统创立了北洋军 深知现代军事知识 对现代战争的重要性 陕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定要兵枪马撞 防御力量和作战能力还要加强 必须适应使用先进的现代兵器的战争 所以你还要好好学习 把缺下的这颗补上 我一定补上 陕西的鸿门很发达 全国罕见 但这对于你显然是一把双刃剑 我明白 请转告大总统 请总统放心 我已经遵照总统的指示 先采取办法约束县制 让他们逐渐融入社会 最后坚决取缔 好 很好 我们要在全国实现 正通人和的治国理想 葛老辉的山堂和码头 帮派和黑社会 都是社会的毒瘤 都必须一举灭掉 斩草除根 我保证 尽快解决 好 总统要我传达的 就是这些事情 就这些 总统要我代表 他进地主之议 请刘将军吃顿便饭 谢谢陈大人